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平南在中国之中无论江日或是国立军最为弱小 却偏偏处于各国的要冲之地 平南国以太子高一成为核心的御林警处 为平南国专属的军政机构 英才汇聚 负责探听情报的巡查机构 当时江湖中流传着两本足以影响天下的情书 落到了第一次刻杨卓手中 他一路登陀逃亡 带着亲影流离失所 没事吧 怎么了 没事 找过好孩子 教主洗漱 饶你不死 你不死 夫人 夫人 妻子被害之后 他带着幸存的小女儿 逃往边境无人区 隐姓埋名 不久 杨卓便离其死亡 那两本奇书 从此下落不明 后人把这个神秘的地方 称之为 千军阵人 山大霍 山大霍 山寺 周 twitter 北海 山寺 走 王海 你逃不掉的 你们不要逼人太甚 非要赶紧杀绝吗 皇宫里的东西你都敢惦记 今天我要是放你走了 今后我御林九处的颜面河村 东西既然已经被你们截下 要么 这事就这么算了吧 我平南虽不是什么龙台虎穴 但是 也不是你可以随便寄出的地方 这里已经是千军镇的地界 你能奈我何 我奈你何 小心 什么人 胆敢阻挡我御林九处办事 在千军镇的地界 谁都不能伤人 好大的口气 我今天非带他走不可 这是千军镇的规矩 你若再动 杀无数 你千军镇 是要跟我平南为敌吗 我知道你们是平南名将 武功超群 不过 不如对付你们二人 也未必会输 如果你们想尝试的话 我们自然以命相抵 走 多谢救命之恩 千军镇 盘踞在楚楚平南三国交界 劫掠三国抢抢物资的事干了不少 一直是三国的心头大坏 况且日益壮大 铲除他们 只是时间问题 你们觉得这千军镇实力如何 实力不俗 颇有高人 这机关镇法也很实厉害 那千军镇除了掠夺物资之外 也不曾做过什么伤天害理之事 这一众能人一事 就这样灰飞烟灭 是不是太可惜了 殿下 你是起了爱才之心 我平南 在梁楚楚四国的包围之下 处境如何 你们自有感受 若是千军镇 能归我御林九处的话 那九处实力自然大增啊 报 将军 马上进入平南了 下去吧 是 川平南 川平南 是不是需要多出两天路程 将军 这禁路会途经千军镇 怕是不太平安 我的脾气 你不知道吗 驾 驾 将军 这条路有点不对劲啊 咱们走了这么久 走就应该走出去了 我们是不是迷路了 这是阵法 阵法 是 邪门歪道 何处之据 何处之据 想过我的战 还嫩了点 藏头落尾的鼠尾 还不速速陷身受死 是 准备迎战 拓迷雾 是 有点本事 竟然能破我的毒阵 雕虫小技 还会什么 全都搬出来吧 我们只求钱财 不伤人 没想到你们下手 竟然如此狠毒 楚国阴郎位 没听说过吗 我们从来都不留活口 无奈千军镇大当家苏云童 在我千军镇杀人之中 就得偿命 你来位 上 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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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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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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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我供品 还杀我最心爱的生儿 这是向我大处宣战 千军阵 殿下 出事了 皇兄 你看 这千军阵地势险要 怕是只有出东大军才行啊 你要多少兵吗 尽管开口 臣弟担心的倒不是这个 咱们围剿千军阵 平南也就罢了 只是那蜀国 不会任由咱们大兵压境 还无动于衷吧 苏仲这个老狐狸 定不会坐视不理 他不会任由咱们 独吞了千军阵的 一定会出兵干扰 那皇兄做如何打算 咱们暂且不与蜀国交恶 我们只要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扩充一下国土就好 臣明白了 你一定要见机行事 不过 千军阵 一定要给我拿下 父皇 请您给马文修书一封 劝说他暂缓出兵 马文怎么可能会听我的呢 他自然不会听 这么做 只是为了争取些时间 哪怕有一线生机 我们都要寸突比证 臣定不负皇兄所望 再遇而归 来 快请起 高德行险性求情 想要阻止我出兵 想必 他也是很担心那点疆域吧 咱们如此大动干戈 自然要收取一些战利品 高德行也是无知 皇兄不必在意他 如果这个高德行犯糊涂 也要出兵 你尽管知道他兵客 明白 不过这梁国正伦 会不会因此而恼怒啊 尽管推到千军阵 那些人身上兵客 即便是梁国恼怒 没有证据 又能如何 绝对不能出兵 咱们这些年韬光养晦 积累些军队不容易 不能都耗费在千军阵上 实在不行 那点趋于不要也罢 终归是要和楚国正面冲突 父皇也不必这么担心 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什么转机 难道是等天兵天将下凡相助吗 皇后娘娘驾到 母后 天兵天将倒是没有 但是十万大军 没准还是有的 娘娘刚才说十万大军 千军阵的事 扰了一筹好多天了 要是兵不够 我找正伦借就是了 我可是正伦的姑姑 这一点薄面 她总是给我的 楚国已经出兵 我等谨遵圣上之遇 全军出发 全军出发 目标千军阵 是 发 再探 是 果然不出我所料 蜀国大军已经出动了 加速前进 是 王爷 是 加速前进 王爷 若要攻打千军阵 只能从白龙谷进入 虽然地形有所限制 但是她仙军阵 若想要抵挡过 蜀国精锐部队进攻 也是痴心忘心 我们就从白龙谷进攻 传令下去 加快新军 是 是 殿下 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我也觉得 好 殿下 前方确实有白服 剑将军 你候我负责断后 好 拖帕阵 在 观察敌人动向 一旦打起来 护送皇后 全力突围 遵命 义筹 有事吗 没事母后 几个山野毛贼而已 一会儿教训他们一下 您只管安心休息 山毛小贼 太子爷 您是在跟我说笑吗 什么人拦路 千军镇苏云童 想请皇后娘娘和太子殿下 到寒舍河碑相名 还望太子爷赏脸啊 原来是千军镇的朋友 要是喝茶聊天 应该到我府上 各国的相名 我都收藏了一些 不过 今日小网友公务在身 不便奉陪 等我回来 一定请各位到我府上一叙 如何 我 太子爷 今天恐怕由不得您 您去也得去 不去 也得去 这世上 好像还没有什么人 能勉强本门 那就请书在下 冒犯了 伙人 走 是 驾 驾 驾 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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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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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不打了 不打了 不就喝茶吗 去就是 行 让娘娘受惊了 追兵已退 还望娘娘恕罪 罢了 一筹呢 殿下在后面 请娘娘放心 殿下不会有危险 都打成一锅粥了 还说没有危险 殿下让我转告娘娘 请娘娘放心 殿下自有安排 她 真的是这样说的 臣不敢妄自编造 走 走 一 二 三 这俩跟我一起来 好 新的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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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谢谢 谢谢 二 二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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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不行 慢点啊 慢点 慢点 别扯 别扯 你看他们 没事啊 别扯了多少遍了 咱们转机一下 慢点 慢点 可 抓紧行军 快 太子爷 我是千军镇的主事人 苏云童 原来是千军镇的大当家的 怪不得气势逼人武功超群 败在你手上 套写不冤 最近 我千军镇军备短缺 所以今天把您给请过来 是想跟您借点军备 合着费了半天劲把我绑来 是要用我 要挟我父皇 不过我想问一下 大当家的药这些 真的是为了扩充军备吗 不然 这银狼卫的首领卫生 惨死在千军镇内 这件事 大当家的不会不知道的 那楚国的马文 一向试杀后战 我想千军镇 即将面临一场 灭顶之灾 太子爷 我给你们两日的时间考虑 如果两日之后 我没有得到我想要的答案 我会亲手宰了他 将军请 将军今晚就在这里休息吧 太子爷在这里住的 是否还习惯 简将军现在在哪里 简将军现在很安全 只不过 他脾气实在是大了点 不方便住在这 我给他换了个环境 我要确定他是安全的 否则 不会考虑你提出的条件 太子爷 我答应过你 两日之内绝不会碰他 我不会失业 不方便 听说玉林九处的简大将军来做客 汪统领啊 他还想跑 简问信 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吧 还挺凶 我看你现在没有搞清楚状况 现在你才是阶下囚 王海 你别得意 平南的地牢我给你留了位置 我不会放过你的 简大将军好威风啊 等你能出去再说吧 把他给我押下去 是 这是我们林耀师的独门秘方 会暂时抑制住太子爷的内力 绝无任何伤害 请太子爷服了他 这样我们大家都会省去不少麻烦 太子爷果然是爽快 你要是真想害我 也用不着等到现在吧 从现在起 您可以随意地四处走动一下 绝无任会拦着你 我们就先告辞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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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子留步 姑娘说她叫我吗 听说山上来了个大人物 是你吧 什么大人物啊 姑娘真是说笑了 还没请问姑娘怎么称呼 我叫杨欣盈 沐一阳 明灯维心的心 红河盈盈的盈 你呢 在下高一筹 你可以理解为高人一筹的意思 对了 你来我们这里做什么 我只是来做客的 过两天就走了 我们这儿很久没有来客人了 一般不会有人来这么偏僻的地方 不过这里的确挺美的 又很安静 适合静心冥想 我很喜欢这里 你这么半天 一条鱼都没钓到 是不是没放鱼儿了 瞧 没有鱼钩 好了 我该走了 大人物 明天见 明天见 对 明天见 有意思 又回到我大梁国了 一切还是依然如故 娘娘 既然已到梁国 末将也就放心了 娘娘 末将就此告辞 你们去吧 一筹那边 肯定也需要你们的帮助 待我这边事情办完 再来通知你们 是 娘娘保重 王爷 讲 蜀国大军已经在千军镇附近 安营扎寨 这一次蜀国的主将乃是苏选 你速速将败帖 送至蜀军大营 交于苏选 让他先按兵不动 我会尽快去败回他 是 是 姑姑 倘若是其他事情 朕定当义不容辞 但借兵是不可能的 兵者国之重器 我若出兵帮助你们平满 让其他三国又该如何 况且 我大梁能够成为五国之尊 靠的就是坚守规则 倘若我借兵于你 就是坏了历代言行的规矩 这个先例朕不敢破 也绝不能破 可是 千里之地毁于乙穴 此事万万不可 还望姑姑见谅 苏选 我来见你 已经是很大的诚意了 我不想把精锐部队 都消耗在你们身上 你我的军队 要留着做什么 你应该也很清楚 话虽如此 但我总不能 无功而返 空手而归吧 平南的疆域归我 千军阵的财务平分 如何 金银财宝 我蜀国并不缺 我更感兴致的是 平南的疆域 你 这样吧 财宝我不要了 平南的疆域 咱俩一人一半 如何 好 那你我同时进宫 两面夹击 一举踏平千军阵 好 请 太子爷 两日的时限可已经到了 您考虑得怎么样了 好 我会尽快地拍摄你 派人将这封信送到平南皇宫 只要军备一到 我即刻派人 带你们离开这里 这次真是有劳太子爷帮忙了 是你 怎么 不欢迎我啊 怎么会呢 姑娘请进 我就不进去了 今天呢 就是想在你四处转转 带人物 闪个脸呗 休止不得 那走吧 你瞧 我最喜欢从那儿看整个镇子了 每当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 这里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 可以带我去看一眼吗 当然 本来就是要带你去的 借花幸福送你了 谢谢 苏大当家的就是那个脾气 王一仇哥哥不要介意 怎么会 苏大当家也是为千军阵着想 我可以理解 嗯 千军阵能从过到现在不容易 很多国家都对我们 这里虎视眈眈 有些人做事情不择手段 烧杀强掠 行为野蛮 为人所不止 这么多年 多亏了苏大当家的坚守不移 还有千军阵众人的团结 才有了今天的景象 热气好客 是我们千军阵的传统 一仇哥哥 你都待几天也无妨 多谢新衣姑娘 没想到你们这里 还有这样的地方 对啊 这肯定比你们那些大城里面 好看多了 这千军阵和我想的 还真的不大一样啊 你们苏大当家的 真的是个了不起的人 对啊 他的确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我挺佩服他的 也开始有点理解他了 看来他对千军阵没有恶意 是我多虑了 父皇在上 儿臣几日未曾与父皇请安 还望父皇见谅 千军阵之事 请父皇务必轻力相助 将军库中的武器箭矢准备脱当 而臣口心 你要带我来的 就是这个地方吗 嗯 这里古谱精致 很像一处官邸呀 我们镇子有没有官员 哪来的官邸呀 那这里是 这是我家 应该说 这是我父母的家 你父母家 嗯 我很小的时候 就跟随着我的父亲来到这儿 不久之后 他便去世了 我只能 凭借着记忆中模糊的样子 照着原来那个家的样子 盖了这座宅子 盖了这座宅子 福西 到最后 就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是一个没有故乡 没有父母的 孤儿 是 就是这里了 我们走 是 走 快点走 走 小说 监将军 太子爷 請进一步说话 请吧 平南的军事物资已经收到了 大当家会表示谢意 今日设宴宴请太子爷与简将军 一筹多谢大当家的 一定准时出席 在下告退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就是担心你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行事如此 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如果好在你平安无事 我就安心了 放心吧 一切都会过去的 欣云姑娘 喂 不请我进去坐坐吗 请进 你就是和一筹哥哥一起来的那个姐姐吧 村里人都说你长得好看 果然是真的 我介绍一下 她叫杨新莹 从小住在这里 昨天欣云姑娘 还带我在千军镇随便逛逛 姐姐 你好 姐姐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简温馨 简温馨 姐姐的名字真有意见 姑娘 有什么事吗 我昨天画了幅画 想来送给你 你还会画画 我看看 给 等一下 先说好了 可不许笑我 好 怎么会呢 那我就先去钓鱼了 一筹哥哥 你有空的话来河边找我 好 有空一定去 嗯 嗯 啊 温馨姐姐再见 嗯 哎呦皇上 你这走来走去的 绕得我头晕 我是担心医仇啊 楚国的马文和马太心狠手辣 心胸狭窄 实在是不好对付呀 那你躲起来 让一仇去对付马太 可他毕竟是太子 早晚都要接替我的位置 如果什么事都交给我来做 那他今后 怎么能在这个凶狠的世道上长存呢 让我说 你就是自己解决不了了 要锻炼一仇呢 当然要给他点艰巨的任务了 汪海 你想干什么 今天是大爷我负责经济 你俩给我老实点 别犯在我手上 不然我会好好地报复你 你敢 算了 不用跟他一般见识 这次多亏了太子爷的鼎力相助 客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苏某人 心肝为敬 苏大当家的 我最近对千军镇也有了一些了解 你能将这千军镇营造至此 高某 十分钦佩 太子爷实在是过誉了 虽然我们二人是被你们挟持而来 但我真心想和各位交个朋友 大当家的 这杯我敬命 好 太子爷位高权重 竟然愿意跟我们这群人做朋友 实属我们的荣幸啊 不许动 不许动 高一手 这是为何 你们明明喝下了一只内力的药物 怎么可能没有丝毫作用 并非没有作用 只是我们服了解药而已 解药只有我才有 你们怎么可能得到 汪海 太子殿下 简将军 乃为受委屈了 我并不是江阳大盗汪海 我乃御林九处 五品游记将军 公输药 好 好记者 你故意接近于我 原来是为了要偷解药 没错 太子爷 我有一事想不通 明日我便会派人将你们送回平南 你现在却来劫持我 这究竟是为何呢 苏大当家的 如果我只是为了安全离开的话 当初我就不会冒险了 跟你来千军镇了 原来你当初来到千军镇被我挟持 是你早已经设计好的 只是将计就计罢了 你如此的处心积虑 究竟是为了何事 我只是想让你们撤出千军镇 那样出国将无处发烈 你苦心经营汇聚一般人才实所不易 可何必要毁于一旦 你要挟我 用我的性命做担保 却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好 哼 实在是笑话 苏大当家的 我真心不想看到千军镇全军覆灭 你听我一句劝 带着你的人跟我回平南 我们一同在平南 共创一个美好的家园 如何 我虽然是千军镇的掌势人 但镇上的所有事我 并非我一人能够决定 既然太子爷一再坚持 就请允许我 将镇中的所有元老都请过来 大家一同上 你意下如何 好吧 王爷 前方可能会有埋伏 让兄弟们稍作休息 可好 休息个屁啊 都什么时候了 一鼓作气 踏平千军镇 快点跟上 各位兄弟 今天这么晚了 把大家召集过来 是有一大事要跟各位商议 如今 楚国大军已经包围了我们千军镇 楚国大军也已经抵达了白龙谷 要趁机消灭我们 我们今天晚上必须要做一个重大的决定 我们是否要用自己的生命 去捍卫我们的家园 再或者 我们跟随这位太子爷 到他的府上一同躲着 不知道大家意下如何 一丑哥哥 你不是很钦佩苏大当家的吗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新姑娘对不起 我这么做 是为了帮你们 可是苏大当家不是说过吗 我们的事 不要你插手 如果你们不按我说的做 或许你们都会死在这里 一丑哥哥 你就放了苏大当家的吧 不凭难去 我们的事 我们自己会解决 对 我们自己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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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阳 有些事 我以后慢慢跟你解释 不过这次 我必须坚持 你们必须离开这里 一丑哥哥 你就听我的吧 好不好 殿下 都跟你说了 不要插手我们的事 晴阳 你到底是什么人 看来 你来千军镇之前 并没有做足够的功课 竟然不知道我的身份 早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人 千军镇 是我父亲创立的 我父亲去世后 管理千军镇 跌落到了我的头上 但我年纪又小 又不喜欢费心操劳 便把所有的事物 都交给苏大当家来操持 可我始终 都是千军镇的决策者之一 现在 你知道了吧 果然是我的工作没做好 其实我 早就知道你的身份 和你接触 只是在试探你 没想到你们有备而来 在千军镇 无论是谁坏了规矩 都要接受惩罚 新营 应该叫大当家的 规矩是人定的 你们千军镇现在大难临头 在这个时候 你还要和我谈什么规矩吗 这是我们的家 我们哪里也不去 是朋友来了 我们好久相待 是豺狼来了 我们便刀枪伺候 但无论是谁 只要想摧毁我们千军镇 我们便一定会战斗到最后一刻 你们有一炷香的时间 可以挑出一个人去赴死 其他二人便可以活下来 否则 三人一同去死 新营 你我虽只是萍水相逢 但我已经把你 当妹妹一样看待 你变得这么决绝 我感到很害怕 优柔寡断 可是会害死你们三个人 杨新营 你这样做一定会后悔的 你有没有为千军镇的 父老乡亲们想过 你不要辜负了我 对你的一片好心 一片好心 你不过是为了你的平南罢了 你和楚国并没有什么不同 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夺取罢了 我是为了平南 但我不是为了掠夺和扩张 而是为了不让我万千平南百姓 卷入到残酷的战争当中 好了 万炷香的时间已经快到了 杨新营 你要说话算话 你 你 你 顾世遥你干什么 殿下 我在千军镇生活了很久 他们说到做到 咱们三个只有我可以死 平南不能没有你们 胡说八道 本王三道 让你顾身复死 死 死我 不怕 我只怕死得毫无意义 若我的死能唤醒你 也就值了 但你没有权力决定他们的生死 有家人的地方才是家 他们都是你的家人 如果没有了他们 就算偌大的千军镇 又有什么意义 这些话 就留着你死后对阎王再说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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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 平南国军高德行求见王爷 带他进来 是 好 这么说 一筹贤职 现在还在千军镇里面 是啊 还请王爷再给一筹留些时间 等一筹出了千军镇 王爷再大举进攻 平南皇在此拜谢王爷 平南皇 不必这么客气 你说你一个精明如私的人 怎么也犯糊涂 既然一筹在千军镇 我更要加快进攻 让他们不敢妄为 如果我大军压境 他们是不会对一筹怎么样的 你放心 我一定会救出一筹先知的 你还是先回吧 王爷 这 平南皇 还是回去等我的好消息吧 我军物在身 就不留你了 来人 送客 是 一筹哥哥 只因你迟迟不肯离去 我才出此下策 我才出此下策 心盈并无恶意 希望你能知难而退 不要卷入我们千军镇的是非之中 你猜你就在这儿 谢谢你 没杀我 我又不是恶魔 杀你们干吗 那你昨晚大冬干戈 到底是为了什么 赶紧回你的平南去吧 我们的事不要你管 金盈 行了 就不要再说了 楚国明天应该会发起进攻 你们赶快走吧 好 既然你心意已决 我就不再劝你了 真没想到 你才是千军镇大当家的 而且你又姓杨 让我想到一个人 谁 曾经叱咤风云 号称秦门第一人 和天下第一刺客的 杨卓 是我父亲 夫人 怎么样了 楚国人已经找到了我 真的是阴魂不散 五国恐怕也不能久留 他们既然已经找到了我 就不会善罢甘休 我只怕 会咧咧了夫人 还有盈儿 那事不宜迟 我们尽快动身吧 夫人 巫国过军待我不薄 我要当面向他辞行 可是 他会极力挽留你 会不会 不会 我若想走 没人拦得住我 只是他敬我 我也要敬他 不能不高而别 好夫君 那你小心一点 夫人放心 既然大师趋役已绝 我便不再阻来 赐酒 指望大师一路顺风 以事平安 谢陛下 吴王被信弃义 派人追杀我 吴王被信弃义 吴王被信弃义 派人追杀我 洋七为了保护你 也被歹人所害 夫人 父亲带着我 来到这里 亲手搭建了清军镇的 第一件帮子 以后几年之中 陆续有流亡议事 汇集于此 慢慢便形成了 这个世外小镇 父亲因思念母亲过度 又有暗积在身 没过几年 便郁郁而重 亲爱 父亲您终前 一再嘱咐 不要让我像他一样 四处漂泊 这里就是我的家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都会保护好他 安居乐业 有个安稳幸福的家 亲友 你和你父亲的故事 让我很感动 这些日子 来这里的所见所闻 让我对这里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我想留下来 和你一起战斗 共同守卫这个家园 而且据我所知 你父亲是天下 当之无愧的第一棋人 他手中有两本棋书 你也知道 棋门棋书 天宫吉耀 武学棋书 神行影杀术 当年五国纷争 各国都想尽办法 在寻找你父亲 就是为了得到这两本棋书 没想到 竟然在千军阵内 我会帮助你 保护好你父亲 留下来的千军阵 和这两本棋书 一定不能让这两本书 落在楚国手里 否则 必然天下大乱 天宫吉耀 神行影杀术 究竟在何处 我知道皇兄是爱才之人 当年那般对待杨卓 也是今非得已啊 这杨卓若是能为我所用 我已不必如此 名气若不能为我所用 亦不能落入敌手 出去他 也是迫不得已啊 一定要把天宫吉耀 和神行影杂术 给我找出来 一旦落入楚鼠之手 恐怕 瞬间就会天下大乱 我已经吩咐下去 定不负皇兄所望 宫吉耀术 是 你得负皇兄 你得负皇兄 你的人道 而你们可以自己选择 离开 没有人会责怪你们 而愿意留下来的 我会陪你们并肩战斗 哪怕肝脑涂地 血染沙草 此处易守难攻 若想要攻下来 恐怕要费些时日 王爷 放心 虽然有难度 但末将一定会尽快拿下此处 好 传令下去 准备一下 马上进攻 是 易丑哥哥 温馨姐姐 你们愿意留下来帮我 我心中实在感动 小妹不善言辞 便已久明智了 你不善言辞 你不善言辞 欣盈 有时觉得你真的很有趣 时儿像你 时儿又不像你 这有什么奇怪的 王阔点兵 天下智 俯首弄莲 三不失 这两种都是我 欣盈妹妹 你也是女中豪杰 来 我敬你一杯 来 干 姐姐 若我将来 也能像你一般 撒爽英姿 我便满足了 来 不管将来 秦军这命运如何 二位我都认定了 报 王爷 还是找不到出口 废物 一群废物 三个时辰都过去 连条路都找不到 王爷 有可能是齐门阵法 我再给你一个时辰 要是还走不出这片树林 我就砍了你的脑袋 是 王爷 这个山谷有点蹊跷 抓紧想办法 速速着陆 是 王爷 驾 楚军在前山密林阵中 困了六个时辰 他们现在正在全军伐木 很快就要破解阵法了 白龙谷的八卦阵 困了蜀军一整天 我想他们现在士气 已经十分低迷 诸葛武侯的阵法 果然好用 吩咐千军阵所有将士 加减防守 不得奉献 绯上 老太师 老太太 老太之 模糊 乒 多 小 后山悬崖有路 可顺势而上 来人 快让御林九处的人 速速来见朕 托把将军 皇帝陛下口谕 等你回来之后 立刻去见他 你即刻带人 从后山山崖进入前军阵 侧应太子 是 这个地方感觉不太对 是 兄弟们 小心一点 是 走 兄弟们 上 是 你们两个上去 你们三个在这儿等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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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停留 加速前进 快 加速前进 队长 加油 走 加油 快 一线天 洛雁桥 这两处都是一手难攻的天然官义 只要守住这两处 我相信敌人就很难攻进来 阵法虽然暂时拖住了敌人 打击了敌人的士气 但终究难以杀伤他们 最终 难免会发生交战 需要我们守拿脸以下令电视 暂时不需要 这两处 都有我们阵中的精卫人员坚守 你们作为机动部队 在最紧要的时刻才用 欣盈姑娘 就没想到也还有统帅制裁 姐姐过奖了 好了 大家都散了吧 抓紧时间 分头行动 龙淑妖 太子殿下 有个任务交给你 去趟吴国 吴国 好 凌生 原来杨卓没有死 他的后人也长大了 这样也好 天宫基药 神形影沙术 这两本书 无论哪一本落到楚国的手里 这天下就恐难太平了 我是一定不会让楚国如愿的 既然医仇有求于我 既然医仇有求于我 这个忙 我是会帮的 来人 陛下 立刻调集军队 向楚国边境集结 修处马文 让其撤离迁军阵 否则 我将即刻发动战士 攻打楚国 绝不实言 遵旨 好 遗仇 怎么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想要拦住楚国和蜀国两处大军 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终千军阵 还是会被攻破 朕没想到 这里会是我最后一战 也不能这么悲观 剑将军 只要我们能帮新营 多坚守几天 事情或许 就会有新的转机 都给我听着 把前军阵 杀个片甲不留 是 是 秘书们 给我踏平前军阵 是 是 是 我 是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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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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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别闻 今天已经是第三日了 兄弟们已经拼尽了全力 抵挡一次又一次的攻击 虽然我们杀敌无数 但同时 我们也损失了很多人 我真是没想到 这次敌人竟然这么支撑 很显然 我们的物资军备 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 如果两日之内 敌人再不撤兵的话 恐怕 恐怕我们就要 失去防卫能力了 苏大哥 弟兄们都辛苦了 麻烦您安排一下 让伙坊准备些好饭菜 今晚大家好好吃一顿 晚点 咱们再商议 好 一项哥哥 我们现在物资军备 只能够再支撑两天 所以两天之内 必须取得成功 好啊 亲人 你怎么样 有人 下毒 有人 下毒 殿下 林药师 对不起各位 毒是我下的 为什么 为什么 很简单 你 我想活下去 你们一群乌合之众 还想挡住 除书两国的精锐部 这不简直是痴人说梦 虽然千军阵收留了我 但是我不想跟你们一起死在这儿 没有求饶 不会有好下场的 太子此言诧异 马太已经答应了 只要我杀了你 杀了他 然后我再炖一锅肉汤 加上同样的毒药 送到洛宴桥 让兄弟们喝下去 这千军阵自然就破了 你疯了你 而我 就可以回到楚国 那里才是我的故乡 能荣归故里 还能得到一个爵位 这样的结果 是我最想要的 杨氏 你这狗费 你干 你稍等 等我杀了高一仇 再顺手把你送下去陪他 太子爷 对不起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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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报告首领 我们这里需要人手支援 快去 殿下 末将来迟 您受苦了 杨姑娘 出水大军已经共振中 我们必须赶紧离开 大当家叫我来接你 苏大当家不在这里 苏大当家的呢 杨姑娘 对不起 大当家的不在这里 你说什么 他在镇口 镇口 镇口不是失手了吗 出水大军包围了镇口 大当家的还在拼私抵抗 我们去镇口 你们这是干什么 苏大 杨姑娘 太子殿下 不要怪我 大当家的下来军令 你们必须离开千军寨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杨姑娘 苏大当家的冲锋陷阵 我们去苟且逃生 这下话吗 苏大当家的冲锋陷阵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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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抄群 今天我就要看看 这是不是谣言 上 前军阵的安危 与这里所有人都有关系 我们岂能放人不关 可以 p 那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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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还能撑多久 冰草哥哥 前军阵 真正的主人来了 你们灭我前军阵 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你应该清楚 千军阵里 不是藏着两件奇物吗 我没猜错 你们果然知道 不然 我们会如此这般大动尴尬吗 马太 你们俩说的 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你没必要知道 不要把巫师你说的 平南的疆域 给你的 我不会是你 马太 如果有什么事情是我不知道的话 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 那你就试试 你 我夫妻说过 这两本奇书 若是落入贼人手中 必将天下大乱 我是不会给你的 现在好像由不得你了吧 千刻之间 我们就能踏平千军阵 到时候 我们还会找不到吗 马太 你已被身之名讨伐千军阵 果然另有他徒 高贤侄 你说得不错 我就是另有他徒 我不仅 要想得到我的宝物 还有一样东西 是我特别想要得到的 那就是你的平南 你还真是贪得无厌 骂我的话 来事再说吧 攻击手 上 时并 李 金炎 个不醒了 免那换车 你曾经的類众兔 毒 不要啊 玉头哥哥 不要我 可笑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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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给我宰了他 谁干动 我杀了他 报 要我退兵 吴国已经在边境集结了大军 随时可能进攻我国 陛下让王爷速速回原 如此艰险 岂能半途而废 待我踏平这里 再回也不迟啊 这里怎么会有大梁的号角 我会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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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手 殿下 你是如何判定 大梁定会出手相救的 天宫吉耀 对于梁国来说 太过重要了 他想统领其他四国 必定需要更多的筹码 那你又如何确定 这两本书 就在千军镇呢 我也只是猜测 楚国如此兴师动众 就为一个卫身 却不是马氏兄弟的品行 其中必有端倪 母后 你到了梁国 如果正轮不肯相助 逼不得已的时候 你打开这个锦囊 就会知道该如何做了 姑姑 此事当真 此事重大 我怎么会欺瞒你 天宫吉耀 这本书竟然在千军镇 怪不得楚国枕出 这么多花药 原来是为了这本书 天宫吉耀 对于增强国防 有多重要 想必不用我赘述了吧 一筹力保千军镇 并未单单只是为了我平难 更是为了力保这本奇书 不落入楚国之手 当然 绝不能让这本书 落到楚国的手上 这本书 镇腰 来人 宣黑龙骑士团进见 此次陛下能出手相救 一筹无以为报 一筹 一筹 言过了 如今千军镇 已归为你平难 你有什么想法吗 这次千军镇之事 一筹感慨颇多 所以我认为 若将那两本书 放于陛下手中 世人将不敢妄加多享 再加上陛下 雄才大略 仁爱宽厚 若得赐宝 必将天下太平 异国利民 这样千军镇也可归于平静 是啊 不过没想到 因为这两样东西 死了这么多人 楚属所为 朕必将追究 不过 朕更希望的是 千军镇在你的治理之下 能够早日恢复往日的生计 百姓安康 这样待安好之后 朕也好去游玩一番 陛下放心 宜愁绝不辜负陛下所亡 太子殿下 由太后清点的 右卫上将军在等您 去看一下 一丑哥哥 温馨姐姐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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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